在地球形成之初没有多长时间,地球上慢慢的就出现了生命痕迹,可以说地球上出现生命痕迹的时间非常的早,而在地球的进化过程中有一段时间,地球上生活的动物个体是非常的庞大,尤其是事前的动物,也就是地球在早期进化过程的一些动物,比如说恐龙,虽然说现在已经被彻底都灭绝了, 但是通过花石还是能够发现这些动物当时的个体真的是特别的大,那么很多的研究学者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一时期的动物体型会那么的大了,而现在地球上虽然说也是生机薄薄,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动物植物存在,可是为什么现在普遍存在的这些动物却变得越来越小呢? 导生这样现象的出现究竟是哪些原因? 要说现在为止,地球上曾经出现过客头最大的动物,估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恐龙,确实曾经的恐龙是统治整个地球的霸主,而且恐龙虽然说种类比较多,但是基本上都是客头超大, 甚至它们的体积要比现在的大象鲸鱼都要更大一些,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些化石就会发现,并不是只有恐龙个头就特别的大,即便是一些昆虫或者一些植物之类的,也要比现在的地球上存在的这些植物昆虫更大一些,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非常常见的蚊子苍蝇,现在可以说个头很小,但是当时这些动物它们的个头要比现在的苍蝇蚊子最起码到三倍以上, 因为之前研究学者曾经发现了当时的蜻蜓化石,结果惊讶地发现当时的蜻蜓整个的长度居然达到了一米以上,想一想一个一米大的大蜻蜓飞来飞去,是不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的? 所以当时并不是仅仅只有恐龙是比较大型的动物,其实也就是说那个十大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体积都是非常的大,相比较于它们现在的形态来说, 因此研究学者也是进行了相关的探索,而且总结了一些相关的原因,简单的来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当时的气候环境, 当时的气候环境,跟我们现在肯定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科学家通过一些化石之类的采集相关的样本发现, 当时气候应该比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上的气候更加的温暖一些,所以相对来说,资本也会更加的烦恼, 尤其是当时的降水,要比现在的地球降水更多,阳光的照射也更加的充足一些, 所以当时生活在地球上的植物比现在长的也会更大一些,那么当植物越来越充足之后,体型越来越大之后, 对于那些食草性的动物来说,食物的来源就会比较的充足一些,而且能够给动物提供更加充足的营养, 所以动物就不用担心吃的方面,因此吃草的这些动物肯定就会吸收更多的营养,更加能够充分的发育, 那么当它们充分发育之后,随之个头就会慢慢的变大,当时草的动物不缺乏食物的来源, 随之而来的食肉的动物肯定也就会获得更加充足的食物来源,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分析,肯定就是当时的动物,要比现在的动物长得更大一些了, 二,至于大气层中的氧气含量,大气层中的氧气含量大家都知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因为,研究学者发现早期的氧气含量,好像有比我们现在氧气含量更高一些, 甚至研究学者推测,那个时期有可能氧气的含量已经超过了30%, 而从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那个时候的氧气含量要比现在最起码多了三分之一以上, 那么在这种氧气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动植物的生长相对来说也要比现在更快一些, 所以,它们的个头肯定也就会更大一些,无论是各种的昆虫类,植物类或者是一些蛮型动物之类的, 总之生存在地球上,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它们的发育就会更加的充分, 其形就会更加庞杂,而且研究学者表明,当时由于这个原因, 很有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物种,不只是要比现在的个头大三倍左右, 很有可能还会到十倍以上,想想一个十厘米生物小动物,直接长成了一米的庞然大物, 是不是很令人惊讶呢? 三,没有一直生长的基因,当然,除了这些包面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大型的动物,没有一直生长基因, 其实科学研究发现,那个时期的大型动物之所以会如此之大, 主要是因为它们的身体里面并没有含有现在动物身体里面所含有的这种一直身体生长的不出的基因, 也就是说它们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生长, 即便是已经处于老年时期却依旧的生长,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